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会连续发布和Tourbox联合推出的一套Lightroom后期系列教程 叫做后期训练营,全系列一共有6集,欢迎关注和追剧 后期训练营和我之前发过的Lightroom后期教程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之前的教程是详细的讲解单个功能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在看完了之后,您可能仍然会在后期的时候感到困惑和迷茫 所以后期训练营就是来帮您梳理后期流程的 把这些好用的工具全都串联起来 这个系列教程比较倾向于摄影后期思维模式的培养 从图片管理体系的构成,到如何分析色彩,调出自己喜欢的色调 以及如何打破和重塑一张照片的曝光 通过这套系列教程,您可以掌握一张照片在后期的时候 所需要的基本操作思路,从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去调整 到清晰自己的后期方向,再结合我之前介绍过的那些功能教程和技巧 相信您会对摄影后期有一个很全面的了解 当然这些教程的案例仍然是围绕我擅长的领域 城市风光,日落,还有黑白和街头摄影 如果您也喜欢这类拍摄题材的话,快来加入后期训练营吧 在这里要感谢Tourbox的赞助 这些教程本来是计划今年慢慢做,陆续发出来 结果Tourbox为大家承包了整个系列教程 才有了现在这样一个短期集训式的分享方式 Tourbox是一个软件控制器为我们在后期的时候提供一个更舒适 更快捷的操控方法 在Lightroom中可以快速的切换参数条 转动这个旋钮就可以精准的去调整这些参数了 也能让那些复杂记不住的快捷键现在变得可以一键使用了 在这套教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中的小窗口来了解到它是如何使用的 希望这套教程配合Tourbox,让大家更享受修片的过程 无论是旅行还是日常的拍摄 每一天拍完的照片我都尽量在当天或者尽快进行备份和分类归纳 一方面是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 避免相机或者是内存卡出现错误 导致前一天的照片丢失 当然这不会经常的发生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概率会发生的 另一方面也是方便自己处理和查找 因为大多数的时候拍完的照片并不会在当天或者是第二天就完成所有的后期处理 这样积攒下来,特别是旅行的时候 一攒就是好几天的照片和视频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套完美的管理方案来保存自己的数据了 首先介绍一下我目前使用的图片管理方法 在硬盘存储照片的时候 我会按照时间来命名文件夹 哪天拍的照片就用当天的日期作为文件夹的名字 这样做的好处是永远不用担心系统会提示您 名字重复不可用 尽量不要用中文来命名 可以用拼音 采用数字加上符号的名字 已经足够简单和好找了 当然您也可以在日期的后面加上简短的地理位置来提示自己 例如2021-0201北京 进入这个文件夹我会先创建一个用来存储每次拍摄原始文件的文件夹 也就是这个日期加RAW格式的文件夹 因为我拍摄的时候啊 99%的概率呢只会拍摄RAW格式的文件 所以原始文件呢就这么一种格式 如果您同时拍摄了RAW和JPEG文件啊 甚至是视频文件 那么就在多件几个文件夹 分别用来保存直出的JPEG文件 以及视频的文件 我这个JPEG的文件夹里啊 保存的是后期修完的照片 也就是RAW文件导出后的原尺寸JPEG图片 如果您呢已经有了一个直出JPEG的文件啊 在导出这套修过的照片的时候呢 就另起一个名字吧 比如JPEG editing 总之使用文件格式作为文件夹的名字呢 可以更好找 我呢还有一个叫做Watermark的文件夹 用来保存一套缩小尺寸且加了水印的照片 这些文件呢用来发布到网上进行分享 像是Instagram或者是朋友圈的分享 所以您看我在网上发的照片呢 都是有相同的水印的 除了以上的几个文件夹呢 偶尔也会出现特殊需要的时候 例如PSD或者是TIFF的文件夹 总之按照文件格式来分别保存几套不同用途的图片呢 是一套完整可靠的文件分类管理体系 这在积累了很多的照片之后啊 您就会发现这个体系的好处了 例如突然想寻找某张照片的时候呢 只要是找到了拍摄的日期 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自己想要的照片了 导入照片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各有特点 最简单的也是我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直接拖到Lighton里边 拖入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定要在图库的界面里边 才可以进行拖照片导入 在其他界面当中呢 拖入照片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所以在导入前呢 先点击右上角的图库进行界面切换 再将照片拖进来 第二种方法是点击左上角的菜单中的文件 点击导入照片和视频选项 这个方法的好处呢 是在哪个界面下都可以操作 无论是第一种的拖拽 还是第二种的菜单导入的方法 打开照片之后呢 都会显示同样的界面 左边是硬盘的目录 中间是照片的缩略图 读取这些缩略图啊 有的时候会需要一段时间 根据电脑的速度来决定 但是最重要的选项呢 是在顶部和右侧 因为这两种导入的方法啊 它有个大前提 是这些文件已经被手动拷贝到了 电脑和硬盘里 所以在导入的时候呢 在顶部选择 添加也就是最右侧的这个选项 如果选择了拷贝或者是移动呢 Lightroom就会把原始文件再复制一份 或者移动到它的默认地址去 那样呢就会造成数据重复 打破了我们原本的文件管理系统 这里啊 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 不过呢也不用太紧张 因为选择一次之后呢 以后这里都会默认为添加 其实呢是很省事的 不过呀每次导入的时候呢 都看一眼会比较保险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照片在内存卡上 没有通过手动拷贝到电脑或者是硬盘上 实际上啊 是可以通过Lightroom 同时完成拷贝和导入的 导入前需要先打开Lightroom 然后呢再插入内存卡 软件啊就会自动识别到内存卡并且打开 这时界面呢就会自动变为拷贝模式了 注意看上面这个白色的文字 说明此时正在拷贝模式下 在导入前呢需要查看几个信息 界面左侧的圆呢是内存卡的位置 相机呀有的时候会在卡里边生成多个文件夹 在这里呢选择正确的位置 界面右侧是导入的目标位置 选择刚刚咱们创建的那个RAW文件夹进行保存 都选好了之后啊 点击右下角的导入按钮 就同时完成了导入和拷贝了 这三种方法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还是要看操作的习惯 在导入的时候呢 您可能会遇到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导致无法导入 当中间的照片缩略图都是灰色的时候 就无法勾选和导入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说明您啊其实已经导入过这些照片了 在图库中左侧的文件夹选项当中啊 您可以找到之前导入过的这个文件夹 Lightroom比较方便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图片管理 这非常适合整理旅行的照片 您呢可以对照片进行奇标 评定星级和添加颜色标签 以及添加人脸标签 来进行标记和分类 下面呢我就来介绍一下 我的个人筛选习惯 供您参考 每次旅行呢会拍摄大量的照片 但不是每一张呢都值得保留 或者在同一个场景抓拍了很多张 我呢会把想要保留的照片啊 添加这样一个小旗子 说明我想要保留它 没有被标记的呢 就是不想要的废片 但是我也没有完全删除这些照片的数据 全部标记完成之后 在右下角的过滤器中选择留用 就会只显示刚刚保留的这些照片了 后期的时候呢 也只修这些带有旗标的照片 使用Tourbox控制器的左下角 这个波轮就可以快速的切换到下一张 为您在筛选照片的时候加快速度 在旗标的保留照片当中呢 我还会对照片进行平定星级 这个呢主要是区分我对照片的喜爱程度 我觉得特别好看的就给个五星一般呢 就是给个三星 这样啊可以快速的筛选出我最喜欢的照片 颜色标签呢用来区分哪些是日落的照片 哪些是夜景的照片 主要是对照片的类型做一个区分 方便查找通过颜色呢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您经常拍摄人像 比如家里的合影 推荐使用人脸标签功能 通过一张照片上的人脸识别呢 可以让Lightroom自动搜索所有的照片 并且添加人物标签 这样当你想找家人的照片的时候呢 就变得非常方便了 这些标签啊完全靠您的习惯来定 家不家都行 但是为了长远考虑呢 每次拍摄后都对自己的照片进行收纳和管理 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相信在将来的某一天呢 一定会给您带来便利 Lightroom自带了几个导出的预设 但是呢它完全不符合日常的需求 所以啊我自己创建了几种 不同格式的导出预设 这样呢每次导出照片的时候 就不用再设置一遍了 下面呢我就分享一下我的预设参数 供您参考 首先您一定要有一个圆尺寸的JPEG导出预设 具体的设置方法是这样的 在菜单当中呢选择文件点击导出 在右侧的选项当中啊开始设置 在导出位置这个选项当中 我选择以后选择文件夹 这个选项的好处呢是可以快速导出 然后再选择文件夹 因为每次导出的位置呢是不一样的 这个选项很适合做预设 通用性非常的强 在文件命名这个选项里呢我建议您选择 日期加文件名 这样导出的JPEG文件呢通过名称就可以很快的判断出是在哪一天拍摄的了 文件设置里的图像格式选择 JPEG品质100保持无压缩 色彩空间呢选择SRGB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模式 如果您的照片导出之后 预览的时候呢颜色很怪 或者在其他设备上看到的颜色和原片不一样 多半呢是这个色彩空间没有选择SRGB的原因 文件的大小呢不限制不做任何的压缩 调整图像大小设置当中呢分辨率选择为240 因为是JPEG格式 我呢也就没有选择更大的分辨率 原数据这里记得选择包含所有原数据 其他的选项呢我就都没有更改了 设置好了之后啊 选择界面左侧的添加按钮 然后给这个预设呢起个名字保存下来 比如JPEG 您看我还有一个TIFF格式的导出预设 用来保存很重要的打印作品 设置呢和JPEG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文件设置里的图像格式 变为了TIFF格式 色彩空间呢选择了更大的Profoto RGB 位深度呢是16位的 分辨率更高设置为了300 所以针对不同的照片用途呢 我会选择不同的预设进行导出 这些预设呀 您只需要设置一次 以后呢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给照片添加水印呢 不仅仅是为了防盗图 更是一种个人品牌的标志 特别是您拍的照片呢 想要发到网上和别人分享 我呀绝对推荐您通过Lightroom 批量的给照片添加水印 设置的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我能有这样一个Watermark 导出预设照片品质 设置为80 是为了降低文件的大小 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呢 分辨率很大 所以尺寸上呢也要缩小一些 在调整图像大小这里啊 设置长边为1600像素 分辨率呢降低到了72 就足够网络使用了 在添加水印的设置里呢 可以添加文字水印或者是图片水印 这两种形式 图片水印呢直接导入设计好的PNG 或者是JPEG文件就可以了 在文本选项和水印效果选项中呢 您可以设置水印的位置 大小以及字体 最后啊别忘了保存这个水印 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套用了 在添加水印选项里呢 勾选水印加上刚才调好的水印 设置好了之后呢 点击左侧的界面 添加这个水印的预设 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快速的 导出带水印的照片了 在导出前呢 您别忘记要选择 想要导出的这些照片 在Light Home下边的缩略图当中啊 点击选择单张或者是多张照片 显示为白色的呢 就是选中的照片 其他这些灰色的呢 就是没有被选中的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的 苹果按钮和A键 可以选择全部照片 或者是通过Tourbox的 这个旋转钮呢 也可以快速的选择 想要导出的照片 选好之后啊 在左上角的菜单当中 点击导出 或者呢 鼠标右键 点击任何一个缩略图 点击导出选项 或者直接点击 下面的这些预设 就可以实现快速的导出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推荐您在导出文件夹这个位置里啊 一定要选择 以后选择文件夹这个选项 以上就是我的图片数据管理方案 通过这个方法 整理和管理旅行的照片 又方便又安全 怎么样没想到吧 摄影界呢 也是有收纳达人的 日常养成的好习惯 会给您带来极大的便利 照片好找 又不容易丢 从今天开始呢 建立属于您的照片库吧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和Tourbox为您制作的后期训练营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无论您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摄影师 咱们一起玩摄影 感谢Tourbox提供完美舒适的后期操作解决方案 欢迎关注和留言给我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